字幕後 zech von verbox , organizedanıít 好,這個就是那個gmf的... 這個就是那一個mash up的 牠對我剛介紹的那個gmf的這個 那這個人圖他mash up 你可以下載好幾個版本 好幾個版本在這邊 你可以當GreaseMonkey的版本 他維護蠻久的 然後有Stand alone version的版本 你不要進Flickr 就直接可以 從他的網頁上面直接來抓 然後有BookMarket 等一下我們再看 做成一個icon來做 然後還有FiveFox Extension 單獨他就是 我們這是透過GreaseMonkey來 那他也可以單獨的變成一個FiveFox Add-on來做 所以他做了好幾個版本 那這幾個版本RUN的時候 這邊就是 這邊這個 這是我露的一張圖在這裡 那這個圖 這個圖在這裡的時候 如果跟一般的Flickr來比有什麼不同 這邊多了一個 這裡 就這個Script 因為他在發展的時候 用這個GreaseMonkey把這個Script改了 然後這邊就多了一個 這個G-Mac的Button 不然的話 你在這裡的G-O code 這邊的G-O code 他的地圖 如果現在我新增到地圖的話 這個地圖是什麼 這個是 這個是 Flickr的地圖 那我新增到這裡 那我的經緯度就有了 那我這裡的經緯度就有了以後 那我這個地圖的經緯度 就可以讓我要選 好選 那我選完這個經緯度以後 那 那接下來我到 這個Script裡面 那我現在這邊是利用 Flickr 利用Yahoo的功能 把這個 我手動的把這個地圖的經緯度 儲存起來好 那 用YahooMap來儲存好 那選在這個 比如說新莊好 對這裡 那Yahoo地圖 台灣的跟那個 全世界的是分開來的好的 而且精準度不一樣好 那這個 這個 儲存了 儲存好了 儲存好了 那如果去Gmap的時候 這個要一段時間 OK 他還沒有 如果 這個 這個要一段時間 如果 如果是這個 連到Gmap的時候 那這個 他拿他的經緯度 包裝就可以連到Gmap 那這一段就沒有辦法demo了 那 不過你去看他上面 你用他的這個例子就可以了 如果你用這個 用他給的例子 你用他這邊給的例子 其實都沒有問題 那 事實上他做了很多東西了 這個 那然後如果 如果Map出來以後呢 那如果Google Map出來以後 然後就可以再連到這個 Google Earth上面去 好 那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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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把這個 那個 經緯度 再包裝成 KML 所以他就做資料轉換 然後再 PASS到 Google Earth 那Google Earth的話 我先試了一下 是讓我裝了 所以我先試了一下 可是 我沒有 那個 還沒試完這個 Flickr的 就還沒有試完自己的例子 他的例子都OK 那 Google Earth的話 你就可以跳到Google Earth那邊去 OK 那我們再 再繼續這個 第三個 例子 那這個是Google Map Flickr in Google Map 那第三個例子呢 是Library Lookup 的Booklet 那這個是一個什麼東西呢 這個東西是 他要把這個 做一個Meshout 什麼東西Meshout呢 是把書店 書店裡面的資料 跟圖書館裡面的資料 Meshout起來 就是說 如果我在網路書店裡面 我找到一本書 當然是網路書店 網路書店找到一本書 那我要看看 他擺在我們的 某一個圖書館裡面的 什麼地方 或者我圖書館裡面 有沒有這個東西 那所以我需要 我需要網路書店的網站 然後我需要 我們這個圖書館的 這個CADLOG 到底是裡面 有什麼東西 所以我需要圖書館的CADLOG 所以大概需要 這兩樣東西 那 那這個 那這個東西 用Bookmarkly來做 那Bookmark Bookmarkly是什麼呢 Bookmarkly 是一個 small JavaScript program 然後它搜索 URL within the bookmark in most popular web browser or within the hyperlink web page 所以這個東西 它變成一個 一個icon 這個我存好的Bookmark 就跟我剛剛看的 FJU library 那個就是一個 但那個Bookmark 不是我們一般的靜態網頁 而是一個程式 它不是 它Bookmarklyt 它是一個程式 那就是一個 Meshout的程式 那這個程式呢 當然也是加上Screeze程式 好 那我剛才就把它放到 那個icon裡面去 好 那這個程式 怎麼做呢 是在這邊 我們繼續看 這邊 這個程式看起來 就這個樣子 這邊已經開過了 這邊已經開過了 對 這邊往前面已經開過 那 它一個網站 讓你來產生 JavaScreen 產生什麼 JavaScreen 就是產生你的Bookmark 程式 那這個程式做什麼 就是你要 你要去 你的圖書館的 Base URL是什麼 然後你的這個 Library 這個名字是自己 就圖書館的 名字是什麼 那我把福大圖書館 打進去了 然後把這個 福大圖書館 這個名字我自己去 然後用哪個Catlock 那這個你要查一下 自己 學校是有哪個Catlock 或者你要查哪個 然後你做完以後呢 你就可以Build 一個你自己的這個 Lookout 的這個Project 那可以測試 那這一段呢 這一段 這一段東西呢 就是這個 它幫你產生的 幫你產生的這個 Bookmarking 就是幫你產生的這個 JavaScreen小城市 那這個城市 你可以把它拖到 這個城市你把它拖到 這上面來 像福大的這個 那我就把它拖上來了 就在這邊 就是它把它拖上 拖上來以後 就在 就會這個 變成一個icon 就是這個 它幫你產生的小城市 那這個城市 有什麼用呢 那這個城市就擺在 等於是你的Bookmark 把一個城市 放在這裡了 放在你的這個 你拖到你的2bar裡面去 那這時候 我如果去Amazon上面去 去逛一下 找看到一本書 這本書 這本書剛好是這個 我跟我朋友 他們和寫的那本書 不是剛好的 故意的 我要想想看 在福大圖書館有沒有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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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一下 結果 那就這本書了 那這本書 那在福大裡面有沒有呢 那我就用 在Amazon上面找得到 那我就 FGO library去去check一下 結果 就是有的 那有的時候 那這是福大 這是福大的這個 這福大的search裡面 福大圖書館裡面search裡面 那它的description 然後它的這些 這個一些訊息 那福大圖書館 那八扣有 福大的八扣 這福大的 那是它在social science的這個 library的book area 那是擺在那個部分 那是 那這個 所以這個就是 你用它的bookmarking 就 那它這個bookmarking 做什麼 事實上 它寫一個程式 它寫一個網頁 那幫我們產生一個程式 變成一個小jack screen 放到icon裡面 所以這很 所以mash app有不同的形式 mash app的形式 有非常非常多 那這裡就舉三個 這個 就有很多很多不同的 可以做法 那 那常常我們做的時候 就一定要做server 一定要做 這些都不是喔 這些都沒有做server 這個都是 都是做一個小的程式 你自己放到你的游覽器上去 或者做 用gris monkey來做 那這個 那這些都是 比較簡單的 就不要用到 通通都沒有用到server 那 那credis有 那但是這個 像這個gris monkey 這個 我們自己都不用建server 我們在用這個東西的時候 那這個 就可以做到 就可以做到 這個 類似的這個功能 所以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是mash app的example 到 這幾個了 那 那 所以這user呢 會做什麼 user就configure這個 這個bookmarklet 然後把bookmarklet drap到這個tourbar裡面 然後我 click這個bookmarklet 就可以 就可以這個 看一下怎麼樣 那你到某一個網站去 你就click 那 那這個 夠不夠 這個我們要 蘇收尋